女性朋友如果出现月经经期不规则 或是更年期停经前后 持续异常出血的情况就要特别小心 卫福部基隆医院妇产科医生刘富平指出 一名50岁已婚女性 每次月经来量都非常大 血色数最低还曾经掉到指数7 而指数正常值是12到16之间 经过子宫镜检查后发现是子宫内膜增生 也就是所谓癌前病变的可能 而这种症状有1%到3%的几率会造成子宫内膜癌 因此和病患讨论后因为没有生育需求 选择用微创手术切除子宫 术后恢复良好 那以前我们就是用刮烧手术 就是进去里面刮一圈下来 然后看到不典型的细胞增生 如果这些病人已经生完了 如果四五十岁没有要再生了 我们就会建议病人把子宫拿掉 那因为以前没有子宫镜 所以拿掉这些子宫之后 就有发现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其实切下来的子宫已经有癌症的发生了 就是因为他那些 但在刮烧手术的时候 他并没有切到就是有癌症的部位 所以子宫内膜不典型增生 是一个就是 就是有大部分切下来有可能三成其他就已经是癌症 所以这是比较需要注意的 刘富平医生表示 如果检查有非常初期的子宫内膜癌 而又有生育打算的父女朋友 可以先采用黄体素治疗 视情况催促赶快怀孕 不过生完后 医生还是会建议赶快切除子宫 避免有可能的癌症复发 如果这病人就是常保留生育能力的话 我们会用黄体素治疗 半年三到六个月后 我们会做切片 再看一下他子宫内膜有什么问题 那如果没有问题 没有什么残余的癌症的细胞的话 我们就会让催促病人赶快怀孕 那怀孕完成生育计划之后 我们还是会建议病人要把子宫拿掉 因为他就是有曾经长过癌症 就很怕他会再复发 刘富平医生指出 所谓异常出血是指 经期期间正常的出血量 大约是5到80毫升 如果月经量过大超过80毫升 月经天数过长超过8天以上 就需要到妇产科咨询评估 过多或过少 那刚刚讲超过80CC就是太多 那就是不正常出血 那过少就是你的月经量很少 只有不到5CC 其实你每次月经量 只有一两滴血 那其实这也是不正常的 那再来是月经量的天数过多或过少 刚刚说是平均4到6天 所以如果你月经来10天 那就是不正常的 那过少就是你连月经连两天都没有 那这样也是不正常的 那再来是月经什么叫做月经与月经周期间的出血 平常月经7天结束嘛 如果你7天停周休息3天 啊怎么又出血 那这个也是不正常的 那有这些以上的原因 那都是不正常出血要来看 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资料 子宫内膜癌已经是台湾女性十大癌症死因的第六名 而且有年轻化的趋势 如果能够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第一期五年存活率可以达到97% 预后相当良好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